美国第一公民银行3月27号宣布 已经与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签署协议 收购原属硅谷银行的存贷款和其他资产及负债 根据第一公民银行提供的信息 该行以164.5亿美元的折价 购得约1100亿美元硅谷银行资产 其中包括720亿美元贷款 同时承担936亿美元硅谷银行负债 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在3月27号的声明中表示 硅谷银行关闭估计将给其运营的存款保险基金 带来200亿美元损失